哈喽大家好我是NO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 急速 急速分为两种 第一种我们只是单纯需要 急速让我们的技能可以转得更快 另一种可以提高我们的攻速 那这两种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目前各职业的急速都推荐大家 最少都要有30% 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30%之后的话 基本上是每10% 我们都可以巨大化我们的输出能力 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多使用一次技能 或是可以多打一下 这样子的我们才能获得我们的最大化的输出 比如说触发我们的觉醒剂 在觉醒剂的期间里面 我们有把这个急速的调整到30% 他是会比25%急速的 可以多释放一个技能 或者是说可以多打一下 这样子的我们整体的伤害 就会变高了 经过很多人的研究之后 还是推荐大家 就是最少要30%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40% 一般玩家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基础属性没有那么高的 基本上30%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是刚好我们的视频套装是可以增加起数的话呢 还是直接增加这个12% 我们原本已经有30%的视频套装 他可以加12% 我们就会变成42% 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是推荐大家不要尽量去拿到中间值 比如说你是在25%的 那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当然你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今天影片是要告诉大家 最好就是 30% 40% 50% 这个期间的起数呢 才是最大化效益 急速的最大CP值呢 是在35% 在35%之后的 他会递减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为了减 而去把急速 提高到35%之后 那个CP值的 非常非常的低 接下来就是 攻速的部分 我们每次提升级速他都会 同时提高我们的攻速 攻速呢 对某些职业来讲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或者是在我们爆发的那个期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 靠普攻呢 打出更多伤害 或者是说可以打出更多 让我们的核心技能 释放得更快的 这样子的这攻速的 才会更有价值 目前据我所了解的 需要攻速的职业呢 除了法师之外 好像其他职业都是蛮需要的 但是呢 一般玩家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去追求这个攻速啦 只要你把级速的这个 30%有做好了 基本上就OK了 除非你是想要精益求精的 那再往上去叠加这个级速就好了 一直叠加级速来让我们攻速达到 一个新高度的 这个基本上呢 是大课长 才有办法去实施的 我建议一般玩家呢 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啦 今天的级速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